现在要上个重点就是安培剂的使用 我们测量电流的仪器叫做安培剂 电流剂安培剂 图片上显示的是毫安培剂 MA是毫安培剂意思一样 我就用这玩意儿来测量 接下来就要重考试会考的学习的重点 考试的重点就是要如何使用我的安培剂 这边有个红红的叫做是政府 旁边黑黑的叫做是副 等一下会出现这件事情 等一下会出现这件事情 然后上面有写一个五千 然后五百五十是档位 这等一下也会出现这件事情 安培剂的使用步骤第一步 归零 我们讲过了任何仪器的使用 第一步就是归零 归零 那图片上说这中间有个螺丝 你就一转那个螺丝啊 归零 比较高档的一点 它在下面有一个反光的 像镜片一样的东西 让你看过去知道你对的是正的 然后可以对准到什么地方 对准到你 就是归零 我们讲过任何仪器的使用的第一步骤 就是归零 第二步骤就正确的接起来 正确接起来有两句话 第一句话叫做要串联 第二句话就是说正要接正 富要接富 正要接正 我想过国中基本上都正接正富接富 图片上面圆圈圈起来的地方是电池的正极 所以你看红色那一关接正 正要接正 富要接富 正确连接的意思 一个叫做要串在一块 串在几的时候 正要接正 富要接富 像图片上所显示的 叫做正确的连接 叫做正确连接 第一步骤归零 第二步骤正确的接 接下来 问题是你不是有一个三红一黑吗 有的是三黑一红 不管你三红一黑还是三黑一红 那你要接哪一个 你三红要接哪一个 从最大的档位先接起 从最大档位 这在大陆就会说 所谓的最大量成 我最大量多少 我最大量五千 我就先接五千 最大量五安培 我就先接五安培 因为 接上去 然后指针偏转 不要让它超过 然后你发现 你打到五安培太大 它只动一点点 就往下降一格 一直降到 指针偏转最大 又不超过危机 所谓的最适当档位 然后读数 读数 所以 要从最大档位开始量 第一步骤先归零 第二步骤要正确连接 要串联 要正接正 负接负 先接哪里 先接最大档位 量完之后发现 这个洞的太小 看不出来 就往下降 降到 指针偏转最大 又不会超过为止 这就是我们安培器的使用步骤 所以 为什么它本身要串联 因为电流流动 基本上是一个推一个的 我电流不是一个电流 走到全世界的路 再走回家 不是 一个推一个 一个推一个 所以对于同一个截面而已 外面挤进来一个 过去一个推一个 所以它必须要串在一起 这样它才会在同样的截面 会有进出一样的量 就会有一样的电量 也就是会有一样的电量 所以我要把它串在一块 要串一块 正确 然后为什么要正接正负接负 这样子电流的流动方向 才是正确的 我的指针才会偏转正确 如果你接错了 它就倒打 就倒打 然后问题是旁边 你没有说可以就倒打 就把针撞坏掉 它就坏掉 就坏掉 所以你要正确的接 正要接正负 要接负 它才会正确的偏转 然后才有没有正确的高低电位 就会偏转 它才能够指示它方向 然后后面会加个减流器 那减流器就放在中间 并没有什么正负的差别 后面再说 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下 安培剂的使用 这是一个重点 记得我们使用的步骤 第一步骤归零 第二步骤正确的连接 要串联 要串联 正要接正负要接负 然后从最大档位开始量起 降到指针偏转最大 又不超过为止 就是我们关于安培剂的使用 OK